學習高升知識 需要一位智慧導師 祖國後期的傳奇組合 以智慧和勇氣 一次次的擊退敵人 以洛盛強塑造了曙國高光時刻 一起來看看這段橫跨數十年的師徒傳承吧 姜維年幼師父 與母相依為命 建安六年 主漢丞相 諸葛亮出兵其三 當時姜維跟天水太守馬尊在各地巡查 馬尊被棄姜維 城池陷入危機 姜維堅守城池 與蜀軍對抗 展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 被蜀軍俘虜後 一開始姜維還不願意追隨諸葛亮 但姜維與諸葛亮交談中發現 諸葛亮有許多信念與自己相扶 兩個人相談甚歡 加上姜維被衛軍備派 被衛軍就很有意見 至此姜維願意追隨諸葛亮入蜀 加入蜀軍 在諸葛亮的代理下 姜維迅速成長 成為蜀軍的重要將領 被諸葛亮稱讚為梁州上席 在第二年 也就是劍興七年 諸葛亮第三次 第四次出兵關中梁州 將為履歷戰功 成為蜀軍的中流砥柱 建安十二年 諸葛亮第五次出七三 八月間諸葛亮激勞成吉 敬情日益嚴重 不久就與世長遲 此後 姜維遵循其遺屬 整軍退守邪谷 並被任命為右肩軍 蜀漢將軍 繼承了諸葛亮的遺致 諸葛成相去世 欽赴漢式的北伐大業還要繼續 台間文武的姜維自然成了蜀漢朝廷的頂良柱 即使蔣萬 廢翼相繼為大將軍時 祖軍征伐之士也是專屬姜維 最後其蜀漢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姜維作為將軍後 先後有多次北伐 但可惜都無功而返 蜀漢延西十六年 將為率兵數萬出十一 經董廷 包圍南安 分兵出洛門 魏雍州刺史 臣泰 率軍進至洛門階級 將為九宮南安不克 梁靖側為退兵 蜀漢延西十八年七月 將為都車濟將軍夏侯靶 珍溪大將軍張毅等公衛 在遙西大敗魏雍州刺史 黃金 魏軍損兵數萬 黃金率長度萬人 環保敵道 魏珍溪將軍稱泰 西葉池原 將為撤軍而還 直至西元263年 軍力多次北伐 蜀漢已再無更多人力 與實力更強的魏國 掰手腕 鄧愛和宗慧 發現時機後 開啟湧兵南法蜀國 將為周折轉戰 退兵間隔聚首 阻擊正面進攻的宗慧 鄧愛至殷平 賢道進軍 除夕成都 後祖流禪 未戰吉祥 屬王國 將為無奈未祥終會 魔徒似姬附屬 失敗被亂軍所殺 儘管失誠北伐大業 最終以失敗告終 將為百折不饒的精神 仍值得我們學習 將為的傳奇故事 誕生了兩個 四字成名 將為投降諸葛亮的時候 下逢馬術兵敗接挺 諸葛亮率領大軍撤退 而將為的母親尚在季線 所以與母親分開 後來 將為的母親給將為寫信 讓將為回去 將為回信說 兩天擺起 不再一模 但有遠智 不再當歸也 流禪投降鄧愛後 將為也被迫向終會投降 將為利用終會的野心 又使他背叛鄧愛 結果終會自立為一周末 讓將為率軍討伐司馬昭 但計畫敗露 將為與終會最終被殺 衛將士對將為的計策非常憤怒 躲開將為的屍體 發現將為的膽如斗大 將為雖然無法復興蜀漢 但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 仁巧史妙記 利用終會的野心 將終會、鄧愛全部殺死 他雖然從未見過劉沛 但真正繼承了蜀漢第一代的 浪漫理想主義 不愧諸葛亮的教導